你知道哪位奥奇的人气最高吗 关于这个问题 官方最近也进行了公开投票 今天我们就结合这份榜单 一起来看看人气榜前十的奥奇都有谁 第十名假面就是G3 作为官方公认的第一位奥奇 G3排在前十没什么争议 而他的变身者冰川城 更是凭借他出色的表现获得面瘫这个称号 从剧中我们可以得知G3是一位确认生命体4号 也就是空谋为原型设计出的骑士 但由于剧中的怪人和鼓朗机区别太大 导致G3前期的战绩并不理想 因此只能被迫升级为G3AX型号 第九名假面就是锦奇 兄弟们别再问赵锦龙行不行了 人家现在已经排在倒数第二名了 这个实力都可以吊打时间王者 不过有一说一做要其中我们人生赢家 A哥确实在新十年开了个好头 但有可能是因为好事都让他占了 导致后面的富奇呢是大起大落 行走其后的一达书一把年纪了也没一个对象 甚至还在拼命的赚钱 剧组更是什么脏活累活都扔给他来干 很因为一达书的付出 会给后面的富奇带来好运 谁知道又出了一个流星 至于这后干了件什么事就不用小诚多讲了吧 好了一个的人气有多高 我们会从假面骑尔的联动中也能看出来 五年之后他不仅在凯武的剧场版回归 十年之后更是在盖茨的外转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不得不说 赵锦龙混的确实好 第八名 假面骑尔巴尔坎 早生提前给大家透露一下 这是令和唯一一位上榜的奥切 到后面的排名中 兄弟们就别期待令和骑尸了 好对于白奇哥 可谓是自带流量和话题 首先他是令和第一位富奇 这地位是足以载入史册的 其次他高桥笔下的富奇 人物形象塑造的非常饱满 第三他有着最独特的变身方式 令和真男人可不是吹的 第四他有一个争议最大的结局 那就是在横面王迅雷战后生死未明 不过现在来看 巴尘是被祸祸了 然后观众们之所以追捧这位骑士 除了他自身的原因以外 也是因为灵异中确实没几个讨喜的角色 在独特团人设几乎全面崩塌的环境下 是不迫争起了观众的三观 并推动了逐线剧情的发展 因此巴尔坎代表令和富奇上榜 也确实没什么争议 第七名 假面骑尔凯撒 我们都知道 败子中的腰带被称为万人骑 因此凯撒的皮套也被很多人穿过 但毕竟这是奥奇的排行榜 所以只能是影帝的凯撒了 众所周知 曹家两人是个特别招黑的角色 这主要是因为他自己本来就腐黑 但不可否认的是 真是由于他的存在 让败子这部剧更加精彩 虽然他的三观有些扭曲 做人这一块确实很难让大家认可 但是从骑士的角度出发 曹家确实也算是合格的 再加上世界名画的诞生 让观众对他久久不能忘怀 因此他在今天的榜单中 自然也算是合情合理 第六名 假面骑尔格连 其变身者为菊前辈 要说到世界名画 他可是一点都不属于吵架 再见的第一话 菊前辈就给我们贡献了 假面骑中的一大名格 没错就是OMO 而在剑的设定中 菊前辈也是一位很传奇的人物 不仅比主棋更早的使用骑士系统 而且也喜欢单独行动 开启新副本 这样的角色一般都刻画的比较饱满 而且在剧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尽管件是90年早期的作品 但在后面的骑士系列中 菊前辈也是经常露面 比如Force中的天平作 以及和巧一一同在假面骑尔3号中回归等等 第五名 假面骑尔夜骑 常常作为90年早期龙骑中的二骑 夜骑更有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你要说他是主棋 估计都没什么毛病 从剧中的表现来看 无论是人物的性格 还是骑士登场的时间 夜骑似乎都更像主棋 但这也是咱们圈内说说 小伙伴们可不要这么去误导心烦啊 当然夜骑能排在前五的位置 除了他自身的原因以外 龙骑这部作品也给了很大的加持 骑士大乱斗的主题在当时就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因此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 所以剧中第一位出场的夜骑自然就成了观众们的焦点 而除此之外 连的角色塑造也是十分细腻 不管是他和女友的这条线 还是他和真似之间的cp感 都展现出他十足的男人味 因此不上榜确实说不过去 第四名假面前马赫 怎么说呢 吃背钢确实挺搞笑的 甚至也怪可怜的 除了死的次数比较多以外 他被自己的亲姐扇了一巴掌 完了之后不但没转运 紧接着又被亲姐夫给踢了一脚 虽然他看起来个头是很大 但给人的感觉就是个孩子啊 当然他的人气肯定不是来自于这里 而是他最后大意灭亲的举动 原本他很开心 不仅找到了自己的父亲 而且还得到了父亲的帮助 心情的温暖 瞬间让他热情高涨 可毕竟在假面前日中 父亲是个高危职业 识别刚在看清真相之后 自己内心也很矛盾 于是只能把选择权交给了信号服 然后他的另外一个加分项就是他和窃傻之间的故事吧 除此之外 巧爷也帮他炒了一波热度 第三名假面就是流星 如果小程没猜错 流星的人气至少一般来自于那个打光耳气器运的一拳 毕竟这一拳可入选了假面其实的万有之源啊 而说到这就离不开流星的动作设计了 大家只要一看到流星在战斗 脑子里想必就会想起某位世界巨星吧 没错就是李小龙 无论是流星战斗时的叫声 还有他的肢体动作 就是致敬当年的李小龙 而官方也是亲自宣传过 这位骑士使用的就是中国功夫 想必这也是他人气高的一大原因 除了这些动作上的创新之外 流星的角色定位也是有的一说 从最开始只是卧底的身份 到最后产生了朋友的感情 可以说他的这种剧情走向只会让观众们越来越喜欢 但其中打死主棋的事也算是一大争议点 但不管如何 这件事把他的人气吵了起来 第二名 假面球林洛斯 相信这位大家也不意外 毕竟电王在人气排名这一块从来就没落下过 无论是作品的欢迎程度 还是主棋的人气都是场面霸榜的存在 而其中的父棋林洛斯从而也获得了观众们的喜爱 在剧中 又都是那种看起来冷酷又傲慢的性格 在他和梁太郎相遇的时候 觉得梁太郎不靠谱 耳说话带刺 不过在几次战斗中才慢慢了解梁太郎的内心并认可了他 而这位骑士之所以让人印象深刻 也离不开骑士本身的设定 因为他每次变身后 卡片就会消失 而每消费一张卡片就会让别人失去和又多有关的记忆 因此一旦消费了所有的卡片 那么所有的人都会忘记他 而他自己也会消失 第一名 假面球克罗兹 只有吃别龙的人气在国内外都很高 只是小时没想到居然这么高 曾经关于他的传说 使用最好的特效是最多的别 现在看来要改成你吃过所有的别都没有白费 他们终将成为你逆袭的资本 不过有一说一 吃别龙这个角色确实很招人喜欢 属于那种没什么心机 憨厚且热血的正义青年 这一点经常给观众带来欢乐 而前期死女友的设定 又让他一登场就自带某种悲情 除此之外 他的角色定位也很清晰 不管是和战兔之间那种微妙的关系 还是和一种占点血缘的骨肉之情 都让这个角色显得十分饱满 可以说剧中戏脉最广的人了 而他的成长之路对小朋友来说也是非常的励志 因为他非常的重情义 而且愿意为了别人牺牲自己 剧中不仅在战兔失控的时候站出来制止 最后更是为了拯救世界做好和一种私奔的打算 不都不说 吃别龙做榜首这个位置 小城是没话说 就是不知道一条上怎么看 以上就有二期的人气排行 那么在大家心里 谁才是第一呢 好那位富奇的落选 又让你感到遗憾呢 好了 本期的盘点到此结束 我是小城 一个绝对鬼脱根的男人